冰爆火箭猛力发射 俄军26号轰炸乌克兰全境 俄罗斯国防部释出最新攻击画面 甚至表示除了炸掉基础建设 也成功切断北约军援前线的补给线 不止如此俄罗斯官媒还做了动画 大肆嘲讽美国和德国要攻给乌克兰的主力坦克 甚至宣称俄罗斯的T-90坦克 比德智鲍2和美国M1艾布朗还要威 而且这种大内宣似乎在俄罗斯境内奏效 尽管莫斯科声称他们的坦克比较厉害 西方国家依旧不屈不饶继续军援 德国防长也公布了鲍二主力坦克 送到乌克兰的时间点 另外澳洲总理宣布将军援90辆 巨腹蛇轮型装甲运兵车 而意大利和法国则将提供 号称欧洲唯一能拦截弹道飞弹的 SAMPT防空系统 TVBS新闻综合报道